好我们带领关系 南韩的暴雪天气已经持续两天 降雪量一夜破记录超过200毫米 首都圈多地积雪超过了40公分 有超过200的航班被迫延误或取消 并有大量开往岛屿的渡轮被迫暂停 部分地铁跟公路运行也持续受阻 不仅如此 首尔的高速公路也传出交通事故 至少有两人死亡 而强风也将建物碎片吹落 导致部分行人受伤